好有游戏哦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这样我出去会有幻觉 是吧 好像感觉自己挺红似的 但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跟人家真正的明星啊 还是有差距 真的 我们拿一个真正的明星举例 比如 比如刘德华吧 比如刘德华 你比如刘德华坐地铁 你让别人看见了 就说 刘德华 你还坐地铁啊 我去坐地铁 呀 李太 去哪啊 还是有差距 还有差距 第三季吐槽大会 延续我们的传统 请到的咖依然不大 提大的咖永远很大 过去这一年呢 发现娱乐圈的朋友们 好像都很喜欢吐槽大会 每个人见到都说 李太你们吐槽大会太好笑了 时间长我就明白了 咱娱乐圈是真虚伪 是吧 就还问我 说你们吐槽大会第三季 都请谁当主咖呀 那我既然加入娱乐圈了 自然也变得很虚伪 说请您呀 没有您 我们吐槽大会第三季 没法开始 大概呢 跟四十多个明星这么说的 只有一个信 这个呀就是 我们平时收到那种群发的诈骗短信 对吧 都很费气 这么弱智的东西 那谁会信呢 诶 你看 是吧 你是吧 他就是 总有老年人会信 总有老年人会信 所以你发给我是随便 我问一下看谁会回是吗 嗯 回到吐槽大会很开心 对吧 出去过节目到处装孙子 那该谁都客客气气的 除了装孙子还得装儿子 你看袁红 白骨节目多凶残 胸口写一个带的 我就在节目上 跟张欣义认了个干妈 你看他多自信 干妈是张欣义 干爹就必须得是你妈 哎呀呀 坐 父亲坐 父亲坐 坐坐 不笑啊 坐坐 袁红我好朋友 大家你看跟袁红交朋友 我是图他的名气吗 不是 我显然是贪图胡哥的名气 这样以后介绍我就可以说 袁红的好友 胡哥 李淡 啊 你看跟胡哥就 就产生联系 对不对 你说除了这种情况 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人家胡哥相提并问 难道要说 娱乐圈里 没有跟陈乔恩在一起的男艺人 有胡哥和李淡吗 你也不能说我是胡说 对不对 我真没跟他在一起 我们就短信诈骗 只骗才 只骗才 朱小天 F1 有星花园 当年红的时候 身边的女同学 全部 千匹盒 全是F4 你说一句他们不帅 还要挨骂 当时我就发下毒誓 等到有一天我成功了 我就要当着他们四个的面 说他们不帅 今天我发现呢 我这个梦想要实现 不能光靠我一个人的成功 还得依靠他们四个人 给有人不成功 朱小天 谢谢你 你不顺 他们三个还是很顺 朱小天 流行花园之后呢 这个事业不是特别顺利 这个媒体就很无聊嘛 天天说人家绯闻啊 说人家胖 给朱小天整的 我看有点崩溃 真有点崩溃 自己在微博上说 不是别人说的 自己在微博上说 感觉自己好像一坨那个 就是 散发着臭气 被苍蝇围绕着散不开 其实你即使真的是一坨那个啊 不想被苍蝇围呢 也是有办法的 朱小天后来也找到了 这个方法 就是把自己从娱乐圈冲走了 哇 很有素质的男艺人 哎呀匆匆去也冲冲 但咱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艺人啊 一辈子有一个经典的作品 观众就能记住吧 你提到朱小天 你就能想到流星花园 提到陈桥 你就能想到王子变情吧 提到侯沛岑 你就能想到双结棍 很奇怪 对不对 不明白为什么 你看我们侯沛岑很有素质 虽然被开玩笑 还微笑对不对 人家家教好 从小妈妈教 听妈妈的话 很有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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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不生气 你看特别可爱 你看他出去上节目也是 等谁夸谁 是吧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你好棒哦 你最棒加油 爱你爱你 你们想不想看侯沛岑跟林志玲聊天 你最棒你更棒 加油加油 你才加油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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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沛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刚刚生完孩子就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强宝中的孩子 就继承了妈妈的这个优秀的基因 就鼓励他 妈妈你最棒 你出去工作吧 快去走 去走 陈敲恩 偶像剧女王 我觉得我也不太看偶像剧 我就分析 到底什么是偶像剧 怎么定义 想开想去 偶像剧就是 乍一看 很弱智 仔细看呢更弱智 但是只要一旦被翻拍 就不再弱智的这么一种剧 对不对 你看过各种版本的流行画园以后 你觉得原版的流行画园 是艺术品 朱孝天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偶像剧女王 合作过很多的这个一线男性 那自然合作的多 绯闻也多 对不对 传说中是什么 那个霍建华 大婚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这完全 我也觉得媒体 特别无聊 无聊 陈敲恩深夜买醉 还需要理由吗 你回去仔细查 张绍刚大婚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对不对 你非要这么联系 你就什么新闻都联得上 是吧 石子吹笛子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发现原红是爱情公寓电影版主演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李诞深夜买醉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对不对 最后这条反观也是成立的 最后这条反观也是成立的 我觉得媒体用词也特别过分 你说喝酒就喝酒 深夜买醉 我们这家中午就不买醉了吗 开玩笑 但是愚显就是这样的 女的喝酒也就是有点负面 男的40岁不结婚 很潇洒 女的40岁不结婚 天天被人催啊 问啊 对吧 所以在最后呢 先是跟江云姐说一句 到底啥时候结婚呢 先来二礼大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有我啦 大家好 我是陈汉典 焦哥呢跟我算是好朋友 而且呢甚至也可以算是 跟我一起这个共患难的老搭档 因为在康熙的那十年里面呢 呃S姐上了台就骂我 下了台就骂她 你们可能不知道 焦哥他的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啊 焦哥出过十五本书 每一本都不火 李淡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他把你的人生重复了十五遍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模仿 这些年也模仿过很多人 那刚刚在后台 池子就过来跟我说 呃 但是侮辱我的人格 这就太过分了 这个韩乔生老师啊 今天也来到现场 呃我非常仰慕韩老师 因为听说韩老师是内地元老级的足球解说啊 那他具体的岁数多少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啊不过有人告诉我 洋务运动就是韩老师解说的 那今天我也看到这个宁静姐坐在这边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宁静姐呢 她可是著名的性感女神 这个是我爸告诉我的 最后我来说说香姐好了 香姐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偶像 因为香姐在1997年到2004年间呢 曾经多次获选 最受欢迎主持人 虽然现在比较少主持啦 可是跟现在很多的主持人比起来 还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大家看一看香姐 她是不可能受死的 看了香姐参加的真人秀啊 真的觉得香姐是一位很能干 又漂亮 有颜值 有口才的一位女神 所以呢我就向上天祈祷 能不能也给我这一位呢 这么样漂亮 这么完美的老婆 就算剥夺我的一切 把我变得跟王月伦一样 什么都不会 我也愿意 同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很多人会拿香姐跟谢娜来做比较 很多人就讲说 他们两个究竟有什么地方 是不一样的 经过我的分析 我研究了一下 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香姐一天到晚 只想两件事情 第一 有没有节目做 第二 爱买衣服 那谢娜就不一样了 谢娜可能也爱买衣服 但是谢娜从来不用想 有没有节目做 最后要非常谢谢香姐 邀请我来参加你的吐槽大会 那么我想可能香姐也是觉得 大家同为失业的主持人 所以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 谢谢大家 我是陈岸点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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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